我覺得有一件事情 讓我非常非常的不爽 就是在台灣過去的社會裡面 有非常非常多威權的打手 可是他卻可以畏懼 根本就不應該是威權打手做的位置 他可能利用這樣子的位置 做出對台灣人民 權力影響很大的解釋或者是判決 或者是他可能在有些位置上 對台灣的人民造成生命身體 不可回復之損害 而這些人卻都沒有被抓出來 卻沒有被清算 實實在在活在台灣的社會上 過得比你我都還好的生活 這件事情讓我覺得很不爽 讓我覺得很憤怒 讓我覺得很難以接受 雖然很不爽 但我也沒有因此感到悔心 是因為八年前我曾經參加一個音樂節 在那個音樂節上面 我看到非常非常多的攤位 每一個攤位都在關心那些人權的議題 好比說有些是關心大眾 可能都很在乎的議題 像台灣人權初心會 但也有那種關心香港的 可能是屠博的或是移工的 原來在台灣這塊土地上 其實有人也是非常關心 那些你在乎或你不在乎的議題 這樣子音樂節是在哪裡參與到的 其實叫做共生音樂節 是每一年在228都會舉辦的 一個音樂節的活動 上面會有非常多不同的樂團表演 同時會有不同的人來宣講 讓大家去了解過去228 到現在台灣整個過去威權的歷史 以及有非常非常多不同人員的議題 所以我懇切地邀請大家來參與 支持共生音樂節 你可以在Friendly的連結上 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數字 是可以你用金額去贊助的 那如果你沒有這個方面的金錢 其實也沒有關係 你可以到2023年2月28號 跟我們一起參與共生音樂節的活動 共生音樂節威權來告別 對你